嗨大家好 欢迎收看萌萌爱喝吧 我发现呢 这个频道的人呢 好像很喜欢有一些古早味的东西 所以今天的话呢 就再推一个古早味 然后又好做的小东西 这种糖漬柠檬 别忘记在节目之前呢 按赞我们的粉丝团 我来一局哦 首先第一个步骤的话呢 我们来清洗我们的柠檬 那清洗柠檬的话呢 因为我们要把 就是柠檬皮上面的风味 苦涩风味呢 就把它做为去除 所以我们先用盐巴 然后去抹我们的柠檬 然后放在泥水里面去做一个清洗 然后用盐搓洗柠檬的表皮 搓洗完之后呢 然后放在饮用水里面 然后去做一个清洗 那这个步骤很重要哦 所以要记得 搓洗完之后呢 再去使用就是生饮水 干净的生饮水 然后在流动的水的状态之下呢 大概再冲洗个两分钟 清洗完我们的柠檬之后呢 就可以拿出干净的纸巾 或者是干净的布 把我们的柠檬擦拭干净 因为我们今天做的是糖漬 糖漬会放在罐里面 所以一定要把我们的水果 就是擦拭干净 才不会影响风味 或者是有生酸的凝度 然后第二个步骤的话呢 用我们糖漬的里面呢 我们会用到的容器去装 所以我们要用煮滚的水呢 去汆烫一下我们的容器 才能够确保里面不会有细菌 煮滚完了那个容器之后呢 我们把它封干 倒扣封干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就要开始制作我们的 糖漬柠檬的部分 首先的话呢 柠檬我们先切片 那切片的时候呢 就是柠檬可以切薄一点 因为柠檬切薄一点的时候呢 它会有志于就是它 整个糖漬进进去里面的整个风味 然后还有它的那个香气 柠檬的话为什么要选择美国黄柠檬呢 那之前其实有讲过说 就是因为美国黄柠檬 它其实带有的柠檬上面的皮子的香气 其实是比较好的 所以它经过长时间浸泡之后 它比较不容易会有苦涩味 黄柠檬呢 它是在前面吃起来呢 有明显的酸度 但它到后面的时候 它其实会有 带有一些血的一些甜度 对 所以这是为什么选择黄柠檬的原因 现在我的柠檬薄片呢 我们一层呢 就是看一让你容器的大小 我们先铺上一层 接下来呢 我们将冰糖铺在柠檬片的上方 那使用冰糖做的话呢 它的口感呢 上面会比较清爽 然后质地也会比较轻盈 再将我们的柠檬 进行第二层的铺叠 那因为其实水果本身它自己有 自带一些汁液跟液体 所以呢 你在浸汁的过程之中呢 虽然说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液体 不过呢 通过呢 时间的沉淀之后呢 它的汁液就会跟糖融解在一起 并且带有丰富的香气 铺完就是砂糖之后呢 再铺一层柠檬 然后稍微算一下 因为一般糖漬柠檬它就是 谈柠檬跟糖 然后会做结束嘛 我是希望我的柠檬跟糖里面 会多一层就是不一样的风味 所以我有选择了老姜在里面 所以你可能会感受到一点点 不太一样的辛香料的感觉 但是却不会有这么单一的味道 大约切0.1公分左右 那因为我不装姜的频率比较高 所以呢 我会放三层的柠檬 然后再放一层姜 经过了强迫症般的堆叠之后呢 就是被人感到非常的愉悦 就是一层一层 层层交叠的感觉 一层柠檬一层糖 一层柠檬一层糖 然后到第三层的时候呢 叠一层姜 然后再回去叠柠檬 再叠姜这样 它就会带出稍微有点 跟大洞喝到不一样的辛香风味 那如果有一些人 他喜欢你想要提点味道 但是又不要太多的话 也可以加一点点的玫瑰盐在里面 也是体味不错的方式 然后做一个步骤的话呢 我们就要用蜜蜂 蜂蜜塔 不是 是用蜂 用蜂蜜 蜂蜂蜂 蜂蜂它 对 然后就是这个零透在上面 然后你就会觉得人生很美满 完成之后呢 把我们的盖子 锁起来 大约放 两至三天左右 就把冰在冰箱里面 然后放两至三天 然后拿出来 然后就会是 完成 非常香甜可口 也不能说香甜 酸甜可口 那其实这个料理呢 就是很多人都做过 然后也是它也是一个非常普及非常简单的一个小小的手作 那就希望大家呢 就是 休假的时候啊 可以做一做 然后 愉快的大家也可以在家里面泡一杯茶 来喝 我是莫莫 Cheers 那我们下次见啰 就是它泡在茶里面的时候呢 它会有那种 柠檬 就是非常清香的感觉 然后但是它 不会很苦涩 然后我其实蛮喜欢那个 姜啊 因为经过静置之后 它其实还是有单独一点点清香风味 可是你不会觉得那个是姜的味道 你只会觉得有一种特殊的一些香气 然后会混搭在 在茶里面 所以这样其实喝起来还蛮 蛮柔顺的 就会跟一般我们外面喝到的那种柠檬茶不一样 就是不会有那种四天的感觉